王林的时间越来越紧迫 他不知道七彩仙尊到底什么时候就会苏醒 一旦苏醒对于洞赴界的圣灵来说 就是一场灾难 因为集所有界内界外的力量 也不可能是七彩仙尊的对手 所以王林必须抓紧时间 完成自己的计划 第一步就是击杀所有界内的界外修士 这场大战王林不惜重伤为代价 斩杀一名先妃 斩杀界外数十万修士 之后的三年王林决定亲自守在封界大阵之外 为界内修士换来三年的修养生息时间 与此同时王林发现封界大阵已经死亡 决定用自己的力量重新凝聚一方大阵 因此抽出封界大阵的一个个气灵 随着开天斧的出现 从其上散出的古神气息磅礴卢如浪 呼啸而起 卷动崩溃中的封界大阵 使得此阵颤抖更为剧烈 轰鸣落尔连绵不绝 若是闭上双影 仿佛可以感受到那悠久的岁月中 这把开天斧的无边杀戮 在这无数年来死在其斧下之灵 武警之多 在斧头出现的刹那 王林站在其前方 他隐隐自看到了无数虚幻的怨魂 这些怨魂模糊变化 随着而出 缭绕在开天斧的四周 在那一声声轰鸣下的嘶吼中 远处一看 仿佛是起了一片凸气的疙瘩 这一幕 如同瓷腹卷着死灵从黄泉而来 气势惊人 他出现之后 没有如之前七灵一样消散 而是漂浮在半空 岳家的凝视起来 似在其身有灵 正在进行一次选择 是选择任王林为主 一或者是选择弃毁灵灵 时间缓缓流逝 那风阵的轰鸣越加响亮 王林等了半注香的时间 看开天斧还在漂浮不动 眉头一皱 眼中露出瓶颈之芒 既不远追随王某 那便烟消云散 王林右手抬起 向着那风界大阵中的开天斧 直接一找暗局 轰鸣传道 整个阵法再次展开了崩溃 随着其崩溃 开天斧一阵之下 其巨大的俯身转动 直奔王林而来 赫然间 这开天斧四正拖出了风阵 在临近王林的瞬间 默然抬起 在王林上空 传出一股惊天动地的呼啸 向着王林骤然斩向 区区古神王族法器 也敢伤我 王林眼中寒光一闪 身子向前一步走去 其身影一晃之中 浑然膨胀起来 却是在刹那间 就有了千丈大小 化作了古神真身 千丈之身 如同巨人 屹立在星空中 站在那风界阵法上 在开天斧呼啸而来的瞬间 王林右手直接抬起 握拳向着斧头轰隆一击 巨像狂猛的扩散 使得星空遗产 那风界大阵层层崩溃 一片片大网被声声震碎 就连开天斧 也是一阵之下无法斩落 而是轰的一声道卷 被从王林拳头上传来的大力 直接震气向上弹开 但王林也一样不好受 他身子蹬蹬蹬 退后数百丈 握拳的右手 出现了一道深刻见过的巨大伤痕 甚至就连那伤口内的骨头 也都出现了碎裂 开天赋 强悍无比 退后中王林眼中金光一闪 在其右手伤势急促 恢复中虚空一抓 却见血光滔天而起 那血剑直接就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一斗之下 此剑呼啸 赫然间就化作了百丈之长 血光夺目 笼罩八方 手持血剑 王林身子一晃而去 右手抬起血剑高举 直接向下一剑而去 剑气呼啸 那血色剑芒急尺而出 直奔开天赋 这两把军都是无坚不摧之宝 此刻轰撞在一处 立刻就爆发出了生生轰鸣 在那轰声中 一剑一副不断地碰撞 但开天赋还是略有不如 他毕竟无人操控 而是凭着气灵自行舞动 片刻之后便在那轰隆回荡间 节节败退 更是在俯身上 出现了一道道剑痕 其浮体内散出的光芒 也闪烁不定暗淡下来 再给你一次选择 任王某为主 王林一剑落下 口中传出低喝 轰的一声 斧头震动中回旋倒卷 落在虚空之时 但听烹声载起 星空背脊 获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 王林右手上的血剑一闪 直接消散 与此同时 王林向前一步走去 刹那就临近开天府旁 在这斧头从裂缝内飞起 其上古神之力 磅礴扩散的刹那 一把就抓住了斧把 这一抓之下 王林右手狠狠地握住 任凭开天府如何挣扎 也都丝毫无法从其手中挣脱 但就在这时 却见斧头上赫然弥漫 除了一个虚幻的古神之影 这古神之影从斧头内怒吼冲出 看不清样子 但却又如狂风一般的呼啸 直奔王林扑面而去 放弱吞噬 远远一看 这一幕可以清晰在目 只见斧头上的虚幻之影 以斧头为根 花作数千丈之高 巨大无比 呈锥形一般 越是向上则越为庞大 如同烟雾从烟筒里散出 在高空时可以扩大无数倍 这虚幻模糊的身影 正是开天浮气灵 他弯腰双手伸开 在那一声声的呼啸嘀吼中 向着下方的王林扑去 在其面前 王林的千丈身子 如同少年与壮年之间的区别 看起来似无法抵抗 但王林却是双眼一瞪 向着那扑来的虚影 便是一声大吼 这一声大吼 在王林的身后 顿时那道骨头颅直接幻化而出 睁开森森大口 与王林一同吼去 仿佛在这星空内 有飓风横扫而来 吹在开天浮的虚影身上 立刻这虚影便惨叫起来 其身体似极为畏惧 颤抖中猛的退后 直接四分五力 但却再次重新凝聚 凝聚之后 他身子颤抖 挣扎中向着王林抱拳一拜 其身急速收缩 最终全部融入开天浮内 消散不见 开天浮不再挣扎 慢慢的平静下来 王林拿着瓷腹 咬破舌尖喷出一口鲜血 化作一道血色的印绝 骤然落在这俯身 那印记一闪之下 龙屋进去消失 看了一眼手中沉浮的开天浮 这一次 他是完全凭着自己的力量 强行将其镇压收服 他还记得当年 以他的修为 根本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是在上一代风筝的帮助下 才可勉强将此斧操控 手势俱服 白发飘摇 此刻的王林 与那朱雀星上的雕像 几乎再没有了任何区别 右手一挥 这开天浮化作点点金光 直接融入王林眉心 消失不见 低头看着下方 那出于崩溃中的风界大阵 王林双眼露出奇异之盲 这风阵共有九灵 其中最后一灵最为强大 当年风尊便是融入此灵内 借以操控 但随着当年此阵出现缺口 随着那一系列事情的发生 风尊之魂彻底死亡 使得这风阵最后一灵 四夜失去了一些生机 风阵的宾子 与此时也有一定的关系 右手抬起 五指成长 向着那风界大阵 王林施展了最后一次因果因 此一一出 荣如掌心 在虚空落下之下 狠狠地扣住长拳 崩溃中的风界大阵 发出了一声最强之音 整个大阵四生前最后的挣扎 拒阵之下 一个破碎的玉佩 缓缓地从那阵法内被生生地抽出 这玉佩上有一道道深深的裂痕 这些裂缝足有十多道 其中有一道 显然是百年前刚刚落下 与其余的裂缝相比 远没有那股沧桑岁月的气息 尽管其上有如此多的裂缝 但还是可以看到 那玉佩上刻着一个字 此字 笔画简单 他赫然便是一个仙 仙 随着此玉佩 被亡灵因果印抽出 风界大阵 展开了最终的瓦解 轰鸣不断 那一片片笼罩了 界内四大星域的王 层层崩溃 这一次的崩溃 是彻底的 是完全的 是不可逆转的 随着其一崩溃 四大星域内剩余的所有修饰 全部都震撼在了 各自所在之处 他们亲眼看到 星空四倍卷动 传出无尽轰鸣 那疯狂的界内 无数万万年内的 风界大阵 正在粉碎 云海星域内 目并眉 粉衣女子 还有西子峰三女 此刻化作三道长虹 彼此凝聚在一起 停顿在了星空中 距离王林 他们还有一段距离 但此刻却是在 这风界大阵的崩溃中 使得他们无法前行 彼此在一起 看着脚下星空 那一片片大网的粉碎 那种传自心神的震撼 让三女面色一阵苍白 王林望着那玉佩 沉默片刻后 右手向前一挥 这一挥之间 那玉佩彻底的 从这风界大阵内飞出 再脱离了此阵的刹那 他仿若是无根的树 里水的鱼 轰了一声 四分五裂 完全的化作了一片碎墨 随着玉佩的碎裂 在王林面前的 这个风界大阵 轰然崩溃 在这一刻 昆虚星域 再没有了风界大阵的环绕 在这一瞬 赵和星域完全的 显露在了界外太古星辰之中 在这一刹那 罗天 云海 完完全全的解脱出来 界内界外 在这无数万万年的今天 再没有了任何阻隔 和二为一 那次永恒存在 成为一代代人记忆中的 风界大阵 在这一刻 崩溃瓦解 烟消云散 没有了风界大阵 阻挡界内凝聚香火的 奇异力量 同样的消散 在这一瞬间 罗天星域的所有大能 纷纷神色露出激动之色 就算是清零 也没有例外 毁风界大阵 云灵 做到了 古往今来 他是第一个做出这种事情 第一个有如此魄力雄心 在轰杀了界外入侵 修士后 将这风界大阵崩溃之人 他的名字 注定要被这个修真界 万万年的流传下去 因为 他是风尊 不是七道宗的风尊 不是七才先尊的麾想 而是准备带着界内修士 走出这洞府 让先刚一阵的解尊 真回 不代表一切结束 重新凝聚出一个新的大阵 一个属于云灵 属于界内的大阵 这才是新的开始 才是王妮娜为了心中杀尊的计划 完整地迈出的第一步 风界大阵崩溃 来自界外太古星辰的气息 在这一瞬间弥漫而来 笼罩了界内所有的星空 这股气息是陌生 但同样也是熟悉的 在最早的时候 在那风界大阵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界内界外完全就是一体 这股气息 在当年也曾弥漫界内星空 被无数凡人呼吸 被无数修饰痛漫 被不多的一个个大能 借此凝聚出自身的香火界 开辟一件荣纳香火之民 去香火修炼 但随着风界大阵的出现 这股气息被完全地抽出了界内 再没有剩下半点 如此一来 就造成了此后万万年拿恶性的循环 使得界内的力量 根本就无法与界外比较 但今天 这股扩别依旧的气息 再一次回到了界内 如同游子在家门被封后 隔门而望 终有一日 门开 游子回到了家乡 那陌生中套着熟悉的气息 环绕四大星宇 若说这气息使得万物复苏 则过于夸张 但它的存在 却是让界内那产生修养的修士们 有了对于未来的希望与憧憬 萌发了一股盎然的生机 一层层风振大王 在持续了近数个时辰后 在那不断的瓦解粉碎中 完全地崩溃消散 这数个时辰 崩溃的轰鸣 在这星空此起彼伏 轰隆回荡 随着其崩溃 这声音更是传入到了太古星辰 让太古星辰内 参与的那些界外修士 一个个心神震动 更有一些修为高身者 亦或者说不多的大能之北 纷纷身子飞入星空 遥遥地看向界内所在的方向 他们或许目光看不到这里 但他们却是清晰地感受到了 太古星辰内的气息 正向着那里急速涌去 要将界内填满一般 震惊之中 也不知是谁第一个 化作长虹飞出 紧接着 诸多的界外之修 齐齐飞出 化作那一道道长虹 从这太古星辰的各个地方飞起 直奔界内所在 他们要亲眼看一看 这封界大阵崩溃后 界内会如何 王林站在星空 神色平静 他望着四周 已然消散的封界大阵 感受着那从身边 呼啸而过的太古星辰气息 他的双眼露出了明亮的光芒 许久之后 他缓缓地抬起了双手 向着前方默然一挥 口中传出了一声 传遍了界内四大星雨 更是回荡界外所有星空的声音 这声音 轰铃炉薄灭雷霆 掀起轰隆巨响 但却使得所有听道之人 全部清晰入耳 即日王某回去风阵 欲崇宁阵法 此阵无名 随着王林话语传开 他双臂挥舞中 其身后那被他推动 至死的那三大本源 锁化天地运短之轮 从其身后直接呼啸而起 树立在了身前 翁翁之声弥漫开来 那融合在一起的三大转轮 骤然膨胀起来 向着四周疯狂的弥漫 从那十多万丈化作了百万 千万 执着无尽 扩张之下 他将代替风阵 成为新的阵法 随着其扩散 轰鸣之声惊天动地 不断的蔓延中 王林双目流出奇异之盲 他右手抬起一只星空 这一次百年战争中 毁灭在星空中的修饰法宝 还有那在之前的一次次战争中 消散在这天地内的无数气灵 今日以我王林之命 呼唤你们之灵 从那虚无内走出 容我阵 呈永恒不灭 王林的声音 透出一股本源之力 更蕴含了奇异声感悟 此刻传开之中 化作了一片片无形的波纹 这波纹以它的为中心 向着四周扩散开来 走过了云海 罗天 昆虚 赵河 随着其声音的回答 却溅在那波纹过后 一道道五光十色的虚影 一一的幻化而出 这些虚影 是一把把剑 刀等各种各样的法宝 这些法宝 全部都是破损不堪 它们是已经消散 已然崩溃之物 但在它们身上 却是有灵 这种灵 感受到了王林的呼唤 为了那永恒不灭的誓言 它们奇异的浮现出来 短暂的沉默后 便有一声声呼啸惊天而起 却见那些法宝之灵 此刻全部直奔 那三大本源凝聚的转轮而去 与这一一融合之下 使得那还在不断扩张的转轮 爆发出了一股极强的威严 融合万万之灵后 散发出磅礴的生机 那一道道法宝之灵 它们的主人大都已经死亡 它们也随之烟消云散 可这天地内 冥冥之中确实有轮回 这些法宝之灵 此刻从那轮回内走出 从四大星域的一处处 往昔的战场内 化作一条条银河 一一融合转轮之中 随着熔落 那急速扩张的转轮 拥有了自己的威势 崩溃在这一次次战争中 无辜的修真心 你们有魂 你们有各自奇异的生命 但在这万万年的战争中 你们碎灭了无数 今日以我亡灵之名呼唤 融入我阵之中 星魂永生 亡灵神色露出悲哀 闭着双眼 话语轻柔而起 在其声音传出的一瞬 界内四大星域 那一片片空旷的星空中 突然就一个个 模糊虚幻的修真心影 一一幻化而出 这些修真心数量众多 它们早就已经毁灭 但其魂却在 却是不愿消散 在亡灵的声音下 在它许诺的永生中 这些修真心魂 显露出来 更是在这四大星域内 随着那修真心之魂的出现 一片片尘埃 一处处陨石 一块块碎开的大陆 纷纷一阵 在那弥漫了四大星域的呼啸之声中 这些尘埃 陨石 碎开的大陆 随着一个个修真心之魂 从四面八方 直奔扩张的三大本源 所化转轮之上 在那持续的融合下 使得亡灵本源 所化转轮 拥有了实实在在的形体 爆发出了 超越了天地的威压 在亡灵双手向外猛的一挥间 这转轮在不断的扩张下 最终将沿海笼罩 将楼天蔓延 将罩荷 昆虚完全地覆盖 界内之羞 他们一个个神色激动 望着星空下 在那轰鸣中取代了崩溃的风阵 重新弥漫开来的转轮之阵 他们的心情 是这一声罕见 抓眼之下 一个新的阵法的雏形 笼罩了界内 阻隔了与界外的联系 但却没有阻隔那界外的太古星辰气息 屹立在了界内界外之间 这阵法就是一个无尽大小的转轮 它的存在将会比这风阵还要悠久 它的出现 是一个新时代的开辟 葬身在我界内的无尽界外之羞 而等掀起杀戮 虽已死亡 但你等之存在于天地间 入不了轮回的残魂 却要为此赎罪 我亡灵今日宁一等残魂 为推动我阵转轮之奴 生生世世 年年岁岁 你等永不解脱 亡灵双眼猛地睁开 右手抬起掐绝之下 像这界内星空一样 这一暗之中 整个界内仙气轰鸣风暴 这风暴 是亡灵神通所化 是亡灵灵魂凝聚 随着风暴横扫 一阵阵无声 没有亡灵自己 才可以感受到的七里嘶吼 在这界内四大星雨同时回荡 却见在这星空中 一个个扭曲的残魂 被生生地抽出 他们样子猙獰 带着凶残之色 挣扎中幻化 嘶吼惊天中 那声音瞬息就成为了恐惧 亡灵的灵魂 所化风暴横扫 卷动这些界外不成神识的残魂 全部融入那转轮之中 这些残魂 有的是在这百年战争中死亡 也有很大一部分 是在往昔的一次次 界内界外大战中 死亡的上古 远古之刃 风暴呼啸 从木兵美三女身边扫过 从云海吹出 弥漫罗天 吹中沼河 卷入昆虚而回 一个个凄厉的残魂 带着嘶吼与恐惧 最终被强行的酒魂 一一卷来 封印在了转轮所化的大阵之上 尤其是在云海这第一站的战场之地 那残魂数量更多 十多万残魂铺天盖地 幻化之后 全部被转轮支阵疯困 还有那螺天星域内 残魂数量更是数十万 在那无声的呼啸下 最终均都难逃数嘴 这些残魂 他们进入不了轮回 更无法重生 他们本就已经死亡 所谓的残魂 实际上只是他们死前的怨气所化 在没有如现在这样被凝聚成形前 他们只是一团团无形的怨气 在呼吸这样的怨气下诞生的声明 往往都是凶惨之北 且这样的怨气 对于修饰影响很大 尤其是那些修为不高的修饰 他们所谓的心魔 往往全部都是来自于这些 存在于天地间的残念怨魂 随着整个界内 岁月中那无数次的战争下 死亡的界外直修 所化残魂的融入 渐渐 在那重新凝聚的阵法转轮下 这些魂一一出现 他们的身体与转轮融合 他们的双臂在那推动 那庞大的转轮 在这上百万的残魂推动下 那转轮轰隆地转动起来 每一次的转动 都会让这些残魂 发出痛苦的嘶吼 仿若是压在他们的魂上一样 但越是痛苦 他们推动的力量就越大 如此循环 生生世世 界内 在那一次次战争中 战死的先人 死亡的前辈 还有那王某的道友们 今日王林打扰了 你们的阴魂沉睡 将你们唤醒 你们可愿 成为此阵的不灭阵灵 成为我界内之羞 世世代代膜拜之魂 若愿王某拜请 王林双手抱拳 向着星空一拜 这一拜 岁月如风扫过黑暗的星空 在这四大星域内 似有一股沉睡的魂 缓缓地随着如风之随的先进 慢慢地从那虚无中苏醒 这一拜 阴魂往昔死战 荣耀也好 豪情也罢 亦获着是那无奈的拼死 又或许是那为了生存的厮杀 最终在这无尽岁月内 死在战争中的界内之羞 他们的魂 在王林的话语回荡中 似出现了一样 一股悲哀的味道 在这一瞬间 从界内四大星域内各个位置 弥漫开来 这悲哀来自那些阴魂 他们尽管死亡 但其残魂依旧存在 默默地注视着界内 在那年年岁岁中 不如轮回 他们不甘心入天道轮回 他们无法进入天道轮回 只能在这星空内 化作怨气与悲哀 始终存在 他们要等界外太古星辰 直修全部死亡的那一天 他们要等封界大阵 彻底崩溃毁灭的那一天 他们又看到 这场次没有终点的战争 是否会有结束的那一天 在这四大星域内 在亡灵抱拳一败中 他们又抬头 而是保持敬拜的动作 低着头 掩盖了其目中的悲伤 一个个虚幻的残魂 从这星空内幻化出来 这些残魂中 最开始出现了 便是那界内界外 尚未有封界大阵时的 远古时代的修士们 他们是远古先语的 第一批子民 受到远古先语教化 传授修仙之术 他们是天道演化下 诞生的第一批众生 他们的衣着 看起来如同野人 但从他们魂内传出的气息 却是充满了对天地的感悟 他们在封界大阵 在某一天出现之时 带着迷茫 带着恐惧 想要冲出这封界大阵 但最终却是一一死亡 此刻 扩别了太久太久 他们的阴魂被亡灵召唤 出现在了界内四大星域中 默默地看向云海的亡灵 在他们之后出现的 是一个个在四大仙界 尚未毁灭前 生存在那里的上古之修 也或者说 是那四大仙界中的仙人 他们尽管不是仙纲大陆的真仙 但在亡灵的心中 他们就是仙 他们为了冲出界内 死在封界大阵下无尽之多 更是在界外的一次次入侵中 死伤无数 一个个样子凄理的阴魂 亡灵尽管低头净摆 但他却是可以隐隐感受到 他清晰地记得 当年在七彩之地 第一次看到闪雷族雕像 通过那雕像的记忆 他曾看到了 封界大阵内仙人拼近 一切想要冲出 但最终却还是 一一死亡的震撼画面 今日 这些死亡的仙人残魂 他们自死亡后 第一次被人从虚无内召唤而出 仙人之后 便是属于如今的修真界的时代 那在这百年战争中 战死的修士的破碎之魂 从这虚无内一一幻化 他们之中有不少 亡灵曾经见过 但更多的 却是让他陌生之人 但在此刻幻化在 四大仙界的无尽之魂 却全部都是围界内战死 他们的死 要被后人记住 国王近来 界内的一次次与界外的战争中 死亡了太多太多的修士与众生 但却从未有一个人 为这些死亡的修士祭奠 远古时候没有 上古仙界之时同样没有 只有如今 只有亡灵 在这一刻 第一个去祭奠战死亡魂 你们可愿 成死阵不灭阵灵 亡灵抬起头 看着那在四大星域 幻化出的 由怨气组成的 一个个阴魂 大声的开口 随着亡灵话语的出口 这弥漫在界内 数量无尽的阴魂 一个个骤然间扭曲 化作一股股无形的气息 直奔亡灵而来 最先来到亡灵面前的 是一个远古时代的修士 他样子模糊 魂目暗淡 出现在亡灵身前百丈万 似深深的看了亡灵一眼 向着保持敬拜姿势的亡灵 抱拳一拜 这一拜之后 他魂一晃之中 冲入那三大百元 所化转轮之内 心甘情愿 成为此阵阵灵之一 在他的后面 那在远古战争中 死亡的魂 一一来临 全部都是在亡灵百丈万 向着亡灵一拜 毫不犹豫地 融入那转轮阵法内 他们尽管死后 仍怨含着生前的怨 但此刻 在这一拜之中 却是无怨无悔地 与转轮大阵融合 去成为那不灭阵灵 围界内 他们战死 围界内 在这岁月中 围界内战死的远古阴魂 此刻全部出现 一一地来到亡灵身前 他们或是一人 或是数百 或是数晚 其其一拜之后 冲向了转轮阵法 在他们之后 便是那上古修士 是那四大仙界的仙人 他们来自风与雷电 不同的仙界 但他们往昔死前的身体内 却是流淌着 同样的界内的仙血 他们即便是死亡了 如此岁月 可魂 却依旧是界内之魂 身为界内人 死一界内魂 他们陆续地出现在 亡灵的身前 与他们的仙女一样 向着亡灵抱拳一半 转身一晃之下 与大阵融合 这一幕幕 让无数看到之人 心神掀起滔天之浪 亡灵始终保持着 那敬拜的动作 一动未动 在那些仙人阴魂之后 则是这一场百年战争中 死去的道友 他们一一来临 那或熟悉或陌生的魂影 一个个在亡灵身前拜下 毫不犹豫地冲入转乱大阵 这些人中 有一些曾与亡灵为敌 有一些曾与亡灵有过 但此刻 他们的魂 却是弥漫了同样的守护 以自身最后的力量 去守护界内 一股悲壮的气息 载着星空弥漫 这一幕幕落在了此刻 从界外太古星辰 四面八方呼啸赶来一看的 诸多界外修士墓中 他们一个个神色骇然 看着这一幕 心神震动 界内罗天 那十九颗修真星上 残存的界内之修 此刻没有人带领 纷纷在那打坐中站起 向着星空抱拳一拜 南云子 司徒南 红山子 清零等等一切修士 毫无例外 全部都在这瞬息间 起身 神色透出悲安与尊敬 向着星空一拜 不仅是他们 还有那其余三大星域 在那一处处地方 存在了不多的界内修士 在这一瞬间 也全部起身 他们的眼前 浮现出了往昔战争的一幕幕 向着星空一拜 还有那此刻在云海星域 距离亡灵所在 尚有一段距离 那凝聚在一起的 慕兵伟三女 这三女神色透出悲安 向着那从身边 一一闪过的魂影 抱拳一拜 也同样是在这一刻 在那昆虚星域内 在一处空旷的星空中 战老鬼神色罕见的低落 他站在星空中 望着从身边 一一瞟过的魂 眼中露出了复杂 吕才 立东 常义 你们也在这里吗 你们在很久之前 便战死了 唯有我还存在于是 那时的我们 也在猜测 这些内界外 为何而战 没想到造化弄人 如今的我 却成为了这场当年 让我愤怒怨恨的 战争的推动者 我们曾一起发下誓言 要改变这一切 要毁灭风节大阵 要让界内走出这片天地 可是 你们不知晓 我在那仙缘中 知道了什么 我知道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战老鬼眼中露出悲哀 他尽管秀为几乎堪称 是这洞府内的第一修 但他 还是人 是在这洞府内诞生的众生之一 他并非无情 此刻在亡灵的召唤阴魂下 他的心被刺痛了 他正正地站在那里 眼中露出迷茫 许久之后 他抱拳 向着那些死亡的阴魂 一拜 但就在他一拜的刹那 他的神色突然露出了扭曲与痛苦 似有一股力量从其身体内爆发出来 阻止他去拜这些下界楼椅之羞 我可以帮你 但你不能阻止我去拜这些 让我愧疚的魂 战老鬼咬着牙 一字一字地说出此话 不顾体内那爆发出的力量牵制 向着远处星域 完全地拜了下去 与此同时 也没有发现的一处 漂浮在星空的陨石内 天韵子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既神色平静 他察觉到了四周星空中 那被召唤出的一个个魂 沉没在了那里 许久许久 他走出了这陨石 站在了旗上 看着远处离去的无尽阴魂 我应该是除了他们二人外 第一个苏醒了记忆的 但无论如何 我也曾是界内修士中的一个 你等当得起老父一拜 天韵子轻叹 大袖一甩 抱拳向着星空一拜 同样在这照合星宇里 就算是那天韵子 也没有发现的一个人 此人是一个青年 他来自王林当年天节所向 远古先语的裂缝内 他盘膝坐在星空 其身子一片模糊 根本就看不清晰 此刻睁开双眼 这青年墓内金光一闪 神色露出清明 祭奠这些卑微的残魂 又有何用 一群龙中之鸟而已 骂师伯说的地方我找不到 那便不找了 算算时间 师伯也快苏醒了 这七道宗的洞府 越来越有意思了 在王林的面前 那无尽的阴魂一一败别后 全部涌入了其三大本源 所化转轮阵法之中 随着他们的融落 这庞大无比 存在于界内界外之间的 转轮阵法 立刻就爆发出了 一道道璀璨的光芒 这光芒对于界内之人来说 如目柔和 但界外执修看去 却是生起刺目之痛 在这光芒下 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庞大的转轮阵法下方 无数界外执修残魂被奴役 去推动这转轮 缓缓地运转起来 在那些界外奴役之修 推动的转轮中 盘西坐着一个个 融入进去的界内阴魂 他们数量众多 盘西坐在那转轮内 成为了此阵阵灵 随着转轮被推动运转 轰动直升惊天动地 传遍星空 这一转之下 天地运转似倍改变 使得界内之人 可以通过此阵去往界外 但界外之修 确实无法进入 与此同时 此阵的出现 没有阻止那太古星辰的气息涌落 他阻止的 只是非界内之修 阻止一切 没心有印记的太古部落 因那太古气息的融落 使得界内在这一刻起 再没有了对于 激烈香火的限制 那套在界内 所有修士身上的牢笼绳索 在这一刻彻底的消在一空 在所有界内 历年阴魂 全部进入着转轮阵法的刹那 亡灵双臂抬起 向外猛的一挥 其一头白发无风自动 白衣飘飘 双目露出奇异之光 仰天发出了一声低吼咆哮 转轮阵开 在这吼声响 那转轮之阵轰鸣在即 向着四周疯狂的膨胀开了 且在那不断的撞打之下 刹那就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这转轮 并非是竖起阻隔 在云海与界外之间 它是横着漂浮 存在于界内星空的下方 把界内全部笼罩 这一幕 若是把界内界外缩小了无数倍 可以被人清晰的在眼中看到 界内如同一个圈 这圈子外 便是界外的世界 此刻这原型的转轮大阵 就存在于界内这个圈子的下方 它把界内完全笼罩后 在亡灵的双手一挥中 在那一声低喉下 不断地向着原本属于界外的星空膨胀 轰鸣滔滔而起 化作一股让界内界外星空震动的巨响 传遍这洞府内每一处星雨 更是让这洞府颤抖起来 随着那转轮在不断地转动下急速膨胀 那些来到四周观望的界外修饰 此刻害人中惊恐的疯狂后腿 他们之中有人退得晚了 被那扩张的转轮笼罩的刹那 顿时发出凄厉的惨叫 其身体直接枯萎 原神与灵魂被抽出 融入下方的大阵内 成为推动此阵的奴役之一 在这疯狂的扩张膨胀之下 界内的星空被无限地扩大下来 凡是被转轮笼罩的地方 都将属于界内 这才是侵略赤裸裸的入侵 当年不知封界大阵之人不公 其凭什么以此划分界内界外 今日王某便要在这无名转轮阵城之时 重开星空 众华地狱 王林南南在这转轮阵法的扩张下 仅仅是瞬息间 界内的范围就比之前 生生地扩大了近两城 界内的变大 意味着界外太古星辰的缩小 更是在这扩张的两城内 存在了无数的修真心 其上存在的凡人依旧留在那里 可所有眉心有印记的界外之修 全部都在这扩张中急速逃盾 逃得晚的 其下场便是肉身成灰 原神与魂成为此阵奴役 界内在这无数年来 因修士之间的战争 无辜被牵连死亡的凡人众生 你们的魂 尽管不如修士可以长存天地 但却依旧存在 你们是无辜的 今日以我王林之名 以这转轮阵法 送你等入轮回 王林右手抬起 一只星空 界内星空一阵 却见一道道不成样子 如烟丝一般的气息 从这界内星域的一处处地方幻化 向着王林从八方而来 在王林的身体外 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漩涡 这漩涡内 蕴含了远远超过 修士数量的凡人之魂 这浑城的漩涡 在王林身边呼啸转动 在他双手抬起中 这漩涡轰的一声 直奔那扩张的 转轮阵法而去 瞬息间 这些数量无尽的凡人之魂 全部融入进了 转轮阵法中 借着天地运转之力 把他们全部送入 这明明中存在的 天道轮回内 与此同时 在这些凡人之魂 入轮回的刹那 凭着他们的力量 转轮阵法再次轰然扩张 从扩大了两成 直接达到了三成 我王林身为戒内修士 要守护三年 在这三年中 王某自愿放弃一切 投入此阵之中 成为此阵之守灵 守三年中 王林双目平静 身子向前一步迈去 整个人融入进了 那转轮阵法内 在一片光芒弥漫下 他的身体与阵法 融合在了一起 不分彼此 盘膝坐下的一瞬间 这转轮阵法 轰然扩张至四成 此刻的界内 笔直原本的大小 生生地扩大了四成 至此 那转轮阵法四到了极限 停止了蔓延 而是爆发出万丈光芒 从界内的下方 这光芒滔滔而起 直接上升至无界 远远一看 界内完全被一片光芒笼罩 如同一个圆柱的形状 王林的身体 在云海星域之前缺口的地方 与那阵法融合 盘膝中在其身下 天皇炉幻化而出 他坐在天皇炉上 双目别合 开始了三年的守护 这一默默巨变 让界内凭空增大了四成 四大星域同时扩张 更是有诸多的 无销的修真心 出现在了界内 如此一来 就等于是 违界内送了一股生机 但对于界外来说 却是深深的一次重击 知识至终 那之前逃走的长尊 都没有出面 他盘膝坐在其另一座宫殿内 死死地盯着星空 其目光所看 正是王林所在 他只有两宫之力 绝不会错 只有两宫 但我三命之术 当年施展过一次 眼下只剩下一次 必须要让他在这三年内 将那两宫之力消耗 一旦齐开宫先里消散 他便不堪一击 长尊神色阴沉 双目寒光一闪 他对于王林的忌惮 已然超过了 当年界内一号 将其逼腿之人 妙音道尊 九天摩尊 还有大荒上人 他们两个被困在古神之地 在那里还有第四贤妃 这三人若能走出 或许可以消耗 王林开宫先里 长尊陈英中站起身子 正要一步慢一局 他忽然脚步一顿 目光闪烁中右手抬起 便有一枚玉剑出现 在那玉剑内留下一道神石 向外猛的一挥 那玉剑直接一闪消散 长尊会听令 凝聚余下全部力量 向着重新凝聚的 剑内阵法展开攻击 不惜一切代价 三年之内毁灭此阵 太古星辰存在的一切 空之大能 以本尊之命 而等即可去往长尊会 听命毁阵 太古星辰各个部落 所有天人第五衰修士 命你等速去长尊会 断全族之命 开场尊会宝库 取远古密诏 集合十万修士之血 斩远古诏悦 长尊神色阴沉 双眼露出寒光 连续发出了说道蜂蜜后 他身子一晃 直奔星空而去 还有蓝梦道尊 第五先妃的肉身是齐妻 且其妻魂还在 与第五先妃共存 星空中 长尊沉默片刻双眼露出果断 一晃之下其身子消散 出现之时 却是在了那太古星辰内 蓝丝族所在蓝山之上 真正悲哀的秦音 在这蓝山回荡 长尊站在天空 听着那曲乐 许久之后 他大袖一甩 向着那蓝山顶部的木屋 传出了话语 蓝梦老友 借内罗天发生的事情 你可知晓 秦音悠悠 伴想之后才慢慢的平静下来 从那木屋内 蓝梦道尊的声音传出 知道了 你若能引他一功 本尊在此发下誓言 以仙人血脉之力 不惜一切 助你逼出 第五心扉之魂 目屋内沉默 长尊断定此事 蓝梦不会拒绝 说出话语之后 转身向后一步迈去 消散无影 他再次出现之时 试着太古星辰内 一处星空裂缝 没有踏入进裂缝里 长尊在那裂缝 晚目光一闪 传出了磅礴的神识 第七心扉 你闭关至今 伤势早就恢复 若你还不出手 你我之前的约定 就此作废 许久 一个平静的声音 从那裂缝内 缓缓飘出 我会出手 长尊看了那裂缝眼 转身离去 他一路身影闪烁 去了一个个地方 把这太古星辰内 最后的力量 全部召唤出来 最终其身影出现之处 是这太古星辰的身处 九个漂浮在一起 连成一个圆形的 大陆碎片之地 在这里 有一层无形的阵法笼罩 这天地间 除非拥有仙人血脉之人 愚者无人可以 踏入这阵法之中 在那其中一块 碎片大陆上 长尊恭敬地站在那里 向着前方一拜 弟子求见师尊 这九块漂浮的大陆碎片 环绕成圆形 他们平静地 按照某种奇异的轨迹 在这太古星辰内回到 因其外的那无形阵法 使得这里的一切 若没有仙人血脉之人 根本就无法看到 即便是路过于这里 也会视为不见 没有仙人血脉 神师也同样不会察觉到 那无形阵法的阻隔 长尊恭敬的抱拳 在其中一处碎片大陆上 随着奇异板 但见这九块漂浮的碎片大陆上 立刻就七块散发出 七种不同的颜色光芒 交错在一起 形成了一片七彩之红 那剩余的两块碎片大陆 则是暗淡无光 在这七彩之红下 被其掩盖住 随着七彩光芒不断地闪烁 渐渐地 在那一片七彩中 缓缓地幻化出了一个身影 这身影样子模糊 被七彩弥漫 没过多久 其样子略有清晰 从那七彩之盲内 一步走了出来 此刻若是亡灵看到这七彩身影 定会一眼就忍出 此人就是那七彩界内 他就清水之时出现的七彩道人 弟子见过师尊 长尊沉默片刻 抬头看向在前方漂浮的七彩身影 眼中隐藏了复杂 街内一战 我结拜太古星辰拜了 师尊之前让弟子把李广公送回街内 此刻在那亡灵手中 弟子无法对抗 还请师尊指示 七彩光芒凝聚在七彩道人身上 他的身体站在板空 神色平静 目光在长尊身上扫过 他真的疯了吗 七彩道人突然开口 长尊身子一震 闭上双眼 许久之后睁开 点了点头 我看未必 七彩道人微微一笑 抬头看向远处 目中露出奇异之盲 我帮你打开古之墓地 让那几人走出 至于接下来该如何做 你自己拟定就可 这场游戏快要结束了 第三个 你隐藏了无尽岁月 轮回了无数次 这一次你应该出来了 那七彩道人嘴角露出微笑 双目内弥漫了一股期待之色 王林是第三个吗 长尊犹豫了一笑 开口问道 除了你 我 战老鬼 以及其他几人 愚者谁都有可能是第三个 他藏得太深了 亦或者此刻的他 或许自己都不知晓自己的最终身份 至于这王林 他不像月蛋也并非没有可能 七彩道人徐徐开口 长尊内心暗叹 向着那七彩道人一抱拳 转身就要离去 但他只走出树步 便脚步一顿 并未回头 而是沉声中话语传出 当年你让我拜你为师 我遵从了 你答应过我的事情 你的主人离不开这里 当我吞噬了第三个号 那战老鬼也不是我的对手 借使你曾经的主人 便是我的补品 七彩道人微微一笑 身子化作一片七彩之芒 消散在了半空中 长尊神色露出复杂 许久之后轻弹 向着远处走去 时间缓缓地流逝 王林盘西坐在那三大本源 所化转轮阵法中 在其身下 则是那天皇炉 炉内有两个空拳大能 其一为黑衣老者 其二则是那帝五先妃 这二人神通惊人 在这天皇炉内只能被捆 可想将他们念画 短时间王林无法坐到 他坐在那天皇炉上 此刻双目闭合 吐纳之中不断地镇压封印 守护三年 这最艰难的三年 也不知过去了多久 在王林身后被扩大的云海星域内 有三道长虹隐隐出现 化作了三个女子的身影 三女去离王林不足千丈 站在行空 看着千丈外阵法之上 王林的背影 这背影很是肖色 透出一股独孤的寂寞 但同样 在这身影上 却是有一种山峰的感觉 似他坐在那里 便如山一样 基于界内足够的守护 第一个上前的是西子凤 他的身影带着柔弱 慢慢地走过这千丈 走到了王林的身边 看着潘西坐在那里 闭着双眼的王林 西子凤的墓中 露出柔和 脸上绽放出美丽的笑容 我想明白了 我不想做你的弟子 永远也不想 我等修士的寿元生机 漫长悠久 我不知道我们的生命 还有多久会结束 我只想要你生命中的一年 只是一年就足够了 你守护界内三年 就让我在这里陪你一年 西子凤轻声开口 王林沉默 始终闭着双眼 没有任何话语 一年之后 我就会离开 若死去 则烟消云散 若存活 便安心修炼 你可以不说话 可以不看我 但我还是会在这里 你赶不走 西子凤不在意王林的态度 在王林身旁 盘膝中默默地望着他 他本就是一个美丽的女子 在那岁月中有了沧桑 但此刻 在王林的身边 他则回到了一千多年前 回到了那个年代 王林 是他第一个喜欢的人 也是最后一个 这中间的过程 便是那无尽的时光 他已经不再年轻 他甚至能感受到 王林的心里 应该是没有自己 毕竟他与他 在一起的日子很短暂 或许 他在他的人生中 也只是一个过客而已 这一切他明白 西子凤也没有奢求永恒 他只是想要这一年 一年的陪伴 结束一生的爱恋 他是一个没有勇气的女子 但现在 他好不容易鼓起了勇气 向着王林说出了这一番话 别看他神色似平静 可心中却是迥然 他害怕拒绝 害怕王林连这一年都不给他 他望着王林 摇住了下唇 你 走吧 王林没有睁开双眼 没有去看他 平静地说出了一句话 这一句话 似取走了西子凤一切的力量 他的面色立刻苍白 我只要一年 王林 给我一年的时间 好吗 在王林的沉默中 西子凤的声音 有了颤抖 他的双眼弥漫了水汽 他虽是一个柔弱的女子 但他的眼泪 一生之中却是不多 那仅有的几次 大都是给了眼前 这个让他怎么也忘不掉的身影 逆人 当年其师尊的话语 似还在他耳边环绕 一年 只是一年都不行吗 王林 我知道你不能接受我 但我只是要一年的时间 一年很长吗 王林始终沉默 没有睁开双眼 他的样子 深深地刺痛了西子凤的心 西子凤惨笑中站起身子 亮腔地退后几步 他觉得自己如同一个可笑的戏子 在这里自言自语 最终所有的话语 全部变成了粒子 似入自己的心中 那种感觉很痛 一生常叹 王林睁开双眼 看着身边的西子凤 看着这个在他的记忆中 并非没有身影的女子 目光渐渐柔和 轻声开口 一年 给你 王林不知晓自己能否让李木婉复活 他也不知道在这洞府内 他最终能不能走出 一或者 他也会死去 在知晓了这一系列的隐秘之后 他还有什么力气 去拒绝一个女子 只有一年的要求 他知道 一旦自己再次拒绝 眼前这个女子将会枯萎 最终只能永恒的成为他的一幕记忆 或许若干年后 他也不会忘记 有一个女子 叫做西子凤 西子凤双眸流下泪水 这是复杂的泪水 他默默的坐下身子 坐在王林的身边 一年就够了 王林 我不会占据你更多的时间 西子凤轻声喃喃 远处的木冰梅雨 那粉衣女子 他们沉默 盘膝坐在了千丈外的星空 他们一起来到这里的时候 便有了默契 一个人一年 一年的时间 不常 对于凡人来说如此 对于修士来说 更是这样 往往一次闭关 一次打坐 或许便是数年一晃而过 但对西子凤来说 这一年 他期望可以慢一些过去 王林不是一个 擅长言谈的人 尤其是对女子 他更是沉默的时候居多 即便是与李莫婉在一起 他也大都是默默的柔和的 看着对方 转眼间 三年中的第一年 三个月流失而走 这三个月中 王林话语很少 但西子凤却很是满足 二人在这转轮大镇上 便这样的一桶 走过了三个月 他知晓王林喜欢饮酒 此刻在其身前星空 漂浮着一个小锅 其内有水 正翻机锅炮 水中有一个酒壶 以沸腾的水 来温养这酒的寒 睡一沸 但酒还未完全温好 一股飘面的本该 不能存在于星空的寒风 从远处呼啸而来 吹在了那正温的酒壶上 把那沸腾的水 掀起了一层层涟漪波动 王林的双目内露出了寒芒 他抬起头 看着界外太过星辰 在其目光中 他看到了一群群 密密麻麻呼啸而来的长红 那些长红是一个个界外 重新凝聚出的修饰大军 在这些修饰中 有五个人爆发出 那属于第三步的威压 如同五支利剑 呼啸而来 除了这五人 在这群约十万数量的 修饰大军中 还有一辆辆千丈大小的战车 被诸多的修饰推动 呼啸而来 轰隆之声 在这安静的星空内 骤然而起 越来越高 最终连成一片 如同雷霆降临 来了 王林眼中寒光一闪 东福建内的战斗 是越来越热血了 泰国武尊 这次全部集齐 长尊更是有一位 不知名的师尊 从这七彩到来 能够打开夜魔坟墓 就能看出来 此人实力不俗 但是这家伙 却不是战老鬼的对手 所以一直在寻找 第三个东西 只是这第三个 是什么就无人知道 那么七彩到人口中的东西 最终会落到谁的手中了 后续剧情 大家可以点击关注 就能在第一时间 接收到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